從明天開始你知道 我們那個原來的七個社區篩檢站 要做一些策略上的改變 就是說它不再是作為市民朋友 來自我檢測用的 也就是說 你做快篩陽性的 才來做確診 來做確認 你那個 那個也沒有什麼症狀 也沒有什麼理由 你就不要跑來 這個社區 我們那個七大免費社區篩檢站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不要沒病的計劃真正有病人的需求 所以這個要從明天起 我們要開始要做分流 我希望 你自己先做快篩 那確認你快篩是陽性的 那你拿著那個檢體 當然用塑膠袋包好 到這急診處來 我們給你走綠色通道 這個快篩陽性的來 來我們走綠色通道 當然也許我們到時候會再看 要不要分成有症狀的一條線 沒有症狀的一條線 那我們 我們會我們這個七大的這個免費工會的 七大工會的PCR篩檢站你知道 現在開始改變策略 他不再是作為社區篩檢用的 他是要作為快篩陽性確認用的 這個 我們從明天開始要改成這樣 不然的話 一大堆不需要做的都來湊熱鬧 你知道 會把我們這個篩檢站擊垮掉 因為我發現我們現在那個 社區篩檢站 他大概每天可以做的量能 大概就是4000多了 要再增加上去也有困難 所以我們要算這個資源要有效的使用